回到來 繼續和Jordan 談深入的話題 Jordan 知道你當初有去過以色列那邊做交流 當地的學府甚至拔尖叫你去那裡入讀他們的大學 你認為因為以色列和香港的人口數目都相約 但兩者創科的氛圍又不同 你在這方面有甚麼看法呢 其實我也是去過以色列一次 但在兩年前大概我去了一個月的時間 去了做一個交流 以色列理工大學舉辦的交流活動 當地我們除了去這個交流活動 也找到其他商界的領袖 或者是start up的代表 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不可以說誰好一點 或者誰沒那麼好 我們不可以刻意比較 我們都是屬於兩個不同的地區 亞洲中東 以及以色列它自己有一個獨特的歷史背景 它本身可能是猶太人 它有一個獨特的背景 我們不可以直接比較 但我可以看到的就是 整體的氛圍為何以色列能夠做一個 創業的start up nation去做呢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很從小開始 已經著重於那個職業導向的培訓 因為我去到交流其實我和我交流的很多都是中學生來的 我會和他們交流的時候 我會發現其實他們在中學程度 接觸到的東西那個層面是十分之廣的 香港我們的教育其實都是很廣的 可能很多語文 science 或者其他各個文科 雙科都有 但是他們是很廣之餘 有一科是可能特別專業的 例如我接觸到的 因為去理工大學的一個交流活動 我見到他們可能對於工程 對於他們其他 例如programming engineering 他們其實是很passionate的 他們是 我可以feel到他們不是被迫地去做這件事 相反他們是很喜歡去做 亦都很喜歡去做之餘 他也有那個空間給他做的 可能他的家人 或者他學校的環境不會逼他 或者他去讀書可能壓力沒有那麼大 最終都是促使到他們可以做到很多創新的工作 我想是這樣 以色列他這麼吸引 你會不會考慮他的offer 當然了 在以色列大學你剛剛提到 他有一個offer給我 我都很希望能夠去讀書 連續一段時間 當然我都需要安排好其他所有事情 包括我現在的公司 我也都開始去做一些restructuring 希望能夠在 不僅現在 將來我可以兼顧學業的同時 都可以繼續去做到一些business的工作 另外也想問你多一些 你覺得在創科方面 基金的支持方面 你覺得香港夠不夠呢 對於你剛剛 九歲到十六歲 你想創業馬運資金的時候 你覺得香港的配套 創科配套足不足夠呢 和以色列有什麼分別呢 我想很重要一件事 因為我自己一直都是讀local school 本地的學校 我會見到一個很重大的轉變 由我讀小學那個年代去到現在 其實政府也好 學界也好 對於我們叫stem education 其實那個是越來越重視的 但當然我們剛剛都說過 我不可以刻意去比較 哪一個是好些 哪一個是多些 但是我都覺得資源上面 當然多一點是好 也都希望能夠 社會各界都能夠多一點的資源去做 但是另外我們除了教育之外 更加講就是 我學完之後 我真的要去做start up 就好像剛剛我去做start up的時候 實際上香港對於年輕人 可能未夠十八歲年輕人去做start up的支援 當然是比較少 因為都是近幾年才多了一些的年輕人去start up 好像我或者其他不同的年輕人去做 當然接下來越來越多 好像我或者其他的年輕人去做 有一些故事走出來的時候 我想社會的迴響會更加大 將來也會有更加多的資源 是流入這一方面的 我相信 你認為香港的start up 他們怎樣可以突圍而出 例如好像你這樣 那個背景不一樣 但如果譬如一個 當年輕人 他們如果想創業的話 你會對他們有什麼建議呢 如果有些可能想開拓海外的市場 你會有什麼推薦 我想香港學生有一個很明顯的優勢 第一是我們兩文三語 我們對於內地的資源 我們接觸得到 外地的資源我們也接觸得到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我們叫做Global Dexterity 是一個我覺得很有價值 會幫到我們很多的一個技術 我想因為互聯網 或者是其他科技 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也不需要再受制於 其實是本地的一些資源 一些網絡 甚至我們可以一來 其實已經是全球去發展 舉個例子 例如我去做一個apps 可能我做一個產品 其實這些我們叫做一些很scalable的產品的時候 可能我一出來已經是全世界都可以用 全世界都有人用 我想這個是正正是科技可以帶給我們 我想不只是科技界 任何的行業 無論你是做藝術 媒體 或者是做其他的 可能是實業各樣 你能夠把握到一些新科技的趨勢 也是會有幫助的 今天多謝你 Jordan接受我們的訪問 祝福他日後的業務是更加順利的 多謝